大家好,我是小莎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我設計的電鑽防水神器 SHEATS 它的作用是讓你帶電鑽的時候 在水的環境 你可以泡到水裡面 暖暖的泡水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需要游泳 有時候都需要打洞 甚至我們在垂到瀑布的一半的時候 然後水灑在你的上面這樣灑下來 可以把它打開去轉走 它可以轉向著防水 這個蓋子 當蓋子蓋住的時候 它幾乎是防水的 但是這個地方 由於是防水在水會進水 前面這個頭幾乎是防水 在使用的時候把它打開 這是電鑽 端頭 然後把它拉上去 好 這個袋子啊 我的設計就是讓它做得比較鬆一點 鬆一點的時候你的手很會一直摸到你的 你的按鈕 你可以把它 可以使用 不需要把防水袋打開 好,我們要端啦 用完了就把它蓋入 用完了就把它蓋入 好,當你蓋了好幾次後啊 它可以掛斷的下水是沒問題的 下水是沒問題的 下水是沒問題的 好,不要看 打開看一下它沒進水 大家看裡面有沒有進水 裡面沒有進水對不對 當蓋子蓋上的時候 大家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它可以掃水 就全部都cover起來了 好,那我們在鑽洞的時候啊 我們也可以在水的下面 在徒步的裡面去鑽洞 為什麼它可以做到這一點呢 就是這個蓋子 即使漏水進水了 或者是你打開它 我現在打開蓋子 假設我現在在鑽洞 然後現在有水淋在我頭上 但是它不會進到袋子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齁 這裡面有一圈 它是一個核心電圈 Core Packing Rim 擋在裡面 所以這邊水啊 進去的時候會被它擋住 它不會進到袋子裡面去 好,但是這邊 這邊會進水 但是這邊進水 不會影響到電子的部分齁 這裡面有一個機械的一個空間 在裡面 因為它裡面是密封的 水不會到那個電子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就是在 水淋的環境下去打洞 然後等一下 那邊有水鋪 我進去在裡面操作給大家看 有水 在湯匪 那邊可以拿到 那邊走 在湯匪 有水 那邊走 在湯匪 那邊走 在湯匪 那邊走 太多了 好,剛剛去完那個瀑布下面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袋子裡面有沒有進水 我們要先把外面擦乾 外面擦乾再打開 你看這邊是有可能會滲一點水進去的 如果你在打開的狀況要使用 有可能會滲一點點 但是乾的一點點 有可能會看到一點水 不知道是手摸到還是跑進去的 把外面弄乾 好,先看看裡面有沒有積水 要看得到嗎 裡面應該是沒有積水 但是可能有一點水跑進去 不曉得有沒有 這個頭有一點濕 但是應該是還好一點點 他這個一定會滲一點水的 他只能轉嫩的頭髮 就是在輕鬆中啊 我把它放到另外一個袋子 就是搭到他們的衣服 對不對 就是搭到他們的衣服 對不對 這是人幾百毫子 試過馬 Entwicklung 不覺得它衣服 這一招 類 Switch また在車牌 如果你積衝就知道 他ас起碼 好,他們的車牌 要If... 如果這個是… 呃zte 鞋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